选举快到了 各地的县市首长纷纷端出 他们在任内完成的公共建设 作为政绩来争取选票 因为公共建设对地方发展来说相当重要 而且让民众很悠感 今天我们就要将镜头转向金门 来看看花了12年时间施工的金门大桥 过去往返大小金门得靠船只海运 但金门大桥连接了两地 居民以后能够以陆运往返 这也是台湾第一座大规模的跨海大桥 全长5.4公里 工程单位为了这个单趟5分钟车程的桥梁 不止花了12年 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投入近百亿预算 这个台湾近年重要的大型公共建设 为何耗钱又耗时 金门人为何需要这座桥梁 又会对他们的生活和产业带来哪些影响呢 一起来看记者万真文黄振渊的观察报道 从小到大 这我很期待说 哪一天说可以直接 车子开了就可以到大金门 我们小金门啊 当时说这个桥叫救命桥 因为以往交通的不便 连医疗 就医 救学 都有那么大的困扰 第一个心理上让大小金门的居民 乡亲们都觉得是联在一起 就是一起的 小金门人的心理的这种 就是以前觉得是离岛中离岛这种剥夺感 可以降低 又不然会觉得自己是次等公民 携张桥横跨海面 犹如大海的背脊 气势磅礴地挺立在风中 桥塔上可见一座接着一座的高粱穗星 造型独特世界首见 这是完工在即 连接大小金门的金门大桥 金门大桥是目前国内 算是一个首见的一个长垮距 那么的一个海上的跨越的一个桥梁 金门大桥全长5.4公里 其中跨海路段长达4.8公里 稀奇列宇的后头地区 东到大金门金陵乡的湖下 这座桥比澎湖跨海大桥 长了近三公里 但施工环境却艰难许多 地区对一开始的集装工程来说 就是很严峻的考验 属于这个花岗岩的一个地质 非常坚硬 我们在施工的过程里面 是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海下的一个状况 在我们做集装的时候 因为看不到 这个我们占绝的这个岩位 它的状况 我们必须要看它出来的出水状况 是清澈或是浓浊 来判断 我们碰到的是一个比较坚硬的地质 还是比较一个松散的一个地质状况 现在我们在陆地上的施工 它有截然不同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方式来 来进行 一个像超大箱子的设施放进海里 作为桥的敦注基础 这是金门大桥用的钢箱维艳工法 也是台湾第一次使用的工法 工作人员得确保钢箱内没有漏水状况 那钢箱维艳的这个钢箱呢 是是不是在这个海面以下的位置 虽然我们的钢箱维艳 是经过了一个缜密的结构计算 那么在经过繁琐的一个下沉的作业 让它很稳固的盛放在我们的海面下 但是海浪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呢 这个是有时候是突发状况 那所以对于特殊的海向的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呢 我们也会随时去做监测 金门大桥在海上施工 比一般在路面上困难许多 连物资和建材全都要靠船运才能送达 因此工程的每个环节 比路力上耗费至少三到五倍的时间 尤其当地又有强烈的东北季风 让施工难度及工作人员面临的风险 在大幅增加 在我们结会教终的时候呢 它的高度大概平均会达到五十米左右 那么在这个吊桩的作业里面呢 风的这样子的一个变换 是我们必须要去控制的 那人员在这样子一个风险的作业环境里面 就随时要注意它风的一个状态 拍摄这一天 金门大桥完工的进度 已经到达百分之九十八 剩下的工程几乎都在桥面上 采访团队实地勘察 工作人员正忙着做 路面厘清混凝土的铺竹 先是引桥段 再是边桥 那最后是主桥 那边桥部分呢 总共全长有这个720公尺的长度的 这个铺竹量 那目前现在正在进行大精端的 边桥的一个铺竹作业 而桥的另一边 正在施作最后阶段的路源石 那这路旋的功能主要是做实体分隔 那以后我们的整个的边桥 引桥的断面呢 这中间 中间的是属于的混合快车道 那两边实体分隔的这部分呢 是以后我们人行脚踏车的一个 使用的通路 金门大桥耗时12年建造 好不容易眼看就要通车 一位民众在桥下钓鱼时 却拍到这样的画面 放上网路后吓坏不少金门人 桥体底下的混凝土 发生镂空的状况 导致内部的钢筋外露 但施工单位却没有发现 第二次施工的厂商 它叫果登 那现在呢 在施工的厂商是第三标 标出去的厂商叫做东批 后续工程在进的时候呢 在做的时候呢 他们也不知道 这我就觉得很惨 照理讲当初 好第二标工程倒闭 然后交接给第三标的时候 监工的单位 高工局应该去做这方面的查验 明医代表认为 大桥在唤营造公司施工时 应该要交接清楚 因此质疑高工局建工不周 但高工局认为 这只是工程里常见的瑕疵现象 即便人员第一时间做了修复跟补墙 但民众还是有些担心 那现在民众最大的疑虑是说 镂空状态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这个海风吹拂 钢筋会不会锈死 对不对 那未来大桥的这个结构 会不会有相干道安的疑虑 一个这么重大的工程 结果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相信 包括我自己 包括很多民众 我相信都是没办法接受 经过检视确认之后 我们确认的钢筋 主要是钢筋的部分 有没有所产生严重的锈食 混凝土的局部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风窝瑕疵 是对于桥梁整个体结构 是没有影响的 事实上 金门大桥的施工品质 会备受关注 是因为在地居民对它 寄予厚望 这一天 列宇的饼铺老师傅林信光 领着工作人员忙了一个下午 这些饼全是手工制造 所以他们得加速赶工 来完成一张特别的订单 林信光会受到庙宇的委托 不只是因为他做的汉饼风味好 主要是他的饼铺 是当地知名的特色百年老店 像我们卖的这个铜饼 它是小金门特有的 老店延续到第四代继承人 林信光依旧继续飘香 从台湾本岛来的韬客 落意不绝 所以店内很常需要 采买食材备料 才能做出新鲜美味的饼 不负客人远道来尝鲜 我们如果要采购 还是去旅游 做什么都要经过坐船 以前小时候是经管的 它只要风浪太大 它就不让你开船 现在是比较方便的 它每天的船班增加了 但是问题是 你这条水路 你一定要从这条水路 才能出去 来到列宇的九宫码头 林信光说的水路 就是要在这里搭船 每天早上六点半首班 晚上十点末班 大约半个小时有一班船 来回大小金门之间 单程航行约十分钟 而这条水路 几乎是一般小金门的居民 前往大金门 唯一的一条路 但大部分的小金门居民 跟林信光一样 既依赖这条水路 又觉得其实不太方便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从家里开车 到码头停车 然后上船 然后去到大金门以后 再下船 然后再去停车场找车 再开车 来回时间就浪费了 差不多一两个小时 小金门一直以来 就因为往来大金门的交通 很耗时 又有时间限制 造成当地居民的消防 救一等紧急事件 难以及时处理 小金门曾经有发生过一件 一个游航的一个爆炸火灾 那以小金门当时 整体的消防能力 包括消防的一个救护 都有困难 那时候还要紧急 用大金门的船 将金门的警销能力 引到小金门 一起去支援救火 所以交通的不便 除了基本的民行需求之外 就医 医疗都没办法获得保障 我们这边经常 发生一些事故 可能要先转到 我们这边的属利医院 然后再从这边 后送去大金门 这等于说 这个时间 等于说就会耽搁比较久这样子 不止如此 小金门的产业 也因此发展受限 过去当地曾因驻军而繁华 以前我们这边 军人大概一万多人 随着部队的民国八十一人 就是部队开始撤退之后 我们这边可以说是 经济真的是百业萧条 军人撤出后 金门县政府立行观光立宪 观光因此成为小金门 至关重要的产业 但小金门却迟迟无法 再造经济荣景 我们这边的饭店跟民宿 没有像大金门这么多 然后受限于交通的问题 船的问题 为什么呢 我们的船 它船它所能载的车辆 比方说机车 它有的限定是15台 30台这样子 所以说等于它到了下午之后 它可能又要 因为就是船的问题 它又要赶回大金门这样子 回到大金门端的水头码头 观察民众的使用状况 这是个非交通尖锋时刻的平常日 游客人数不多 他们能够顺利搭上船 而据了解 往返大小金门的船 一艘平均载客量170人 而随着船型不同 可承载的机车上线 有15或50辆 汽车则是一或两步 这意味着 若乘客遇到船只满载的情形 就得等下一班了 交通时间 对需要来回两地的人来说 显然是很大的成本 每天都会搭 那你会期待金门大交通车 还蛮期待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不用有时间的 就是不用因为要搭 就是因为搭船的时候 要等时间 那如果你要桥已经通的话 就是随时都可以过去 要比平常早起来搭船 然后比平常晚回家 这样子 那你会期待金门大桥公车吗 蛮期待的 因为可以直接开车过去上班 比较方便 种种不变 是20年前金门大桥 就开始酝酿的原因之一 也成为金门人 众所期待的公共建设 我们当初的预算是 跟中央说 那时候是30亿 我们出10亿 就我们出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自己很早就把 10亿的建桥基金 金门先生很早就把 10亿的建桥基金 准备好 后来当然物价一直涨了 后来我们自己也一直 提拨这样相关的钱 表示我们要做 做这个建桥的决心 12年下来 金门大桥总共斥资 96.62亿元 其中中央补助 48.13亿元 地方政府自筹 39.67亿元 占总预算的 占总预算的41.06亿元 县政府拿出这笔巨大支出 无非是看好大桥一通车 过桥单程车程只要五分钟 将来大小金门两地的交通 不再受天后影响 人员与资源互通也容易多了 列宇人最直接影响的 就是他们就医就学就业 这样的往返变得很便利 就是很多人就不用再离乡背景 就可以住在他们 列宇的小金门的家中 桥的话当然是 未来当然也是我们一个机会 桥中当然未来就说 一日生活前 在平衡大金门跟小金门的 一个城乡差距上 会有很大的一个注意 在小金门的建设部分 它也会因为运输的成本 透过船运 现在改成录运之后 它的便利性提高了 它的成本也会降低 金门大桥 不只成为大小金门的 交通心动脉 还承载了列宇人 对故乡复兴的期望 只是大桥一开通 小金门的神秘面纱 也将被揭开 这个D10岛 可能会面临人潮大量涌入 物资需求大增的情况 金门准备好了吗 为了庆祝金门大桥通车 县府还有观光业者 已经规划不少活动 准备迎接大小金门 通行无碍的日子 不过未来大小金门 要如何兼顾观光与生态 间的平衡 则是另外一个重要课题的开始 我们也会持续观察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加速打排队 对胡佳 加速打排队 很好 非常好 基本上 复兴